你来得匆忙 也没带什么衣服 今天路过 看到这件很漂亮 应该适合你 煮早日康复 这张卡片 让周彩儿彻底清醒了 他终于明白 简家明爱的并不是自己 只是在为那次错误负责而已 他知道 现在让崔玲霖离开未免太过残忍 但爱情 原本就是自私的 今天看来心情不错啊 该喝白的了 难得像谈得这么顺利 那要不然我陪你喝点 你可别 你还要好好休息吧 你干吗呀 别喝了 你这么一杯杯喝 你这找醉呢 没事 我在餐厅早就练出来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真没事 我就是好不容易 把餐厅分店的事 谈得差不多了 想放松放松 不是 你这样 你能先吃点东西 一会儿再喝 行吗 喝汤 这可是佳明让厨师 给你熬了一下午的鸡汤 来 尝尝 来 尝尝呀 彩儿 你要是遇到什么事情你就说出来 别憋着 我就是特别感慨 就这么多年了 终于做出来点事 挺不容易的 刚才你不是还说呢吗 很快就大功告成了 还早呢 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还是现成的小徒妞一枚呢 我到处找房子 一个月一千块钱的 我连想都不敢想 还好那时候遇到了你 是啊 那个时候 我也是个穷学生 大学毕业又想 自己住不跟父母住在一块儿 又没什么钱 还要合租 还好遇到了你 要不然就说缘分怎么这么奇妙呢 这么多人租房子 我就偏偏遇到了你 那时候多亏遇到了你 你知道吗 我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 是啊 你啊 永远找不着家 要不是我 你连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坐公交车永远坐反了 你还记得吗 我每次都从家里 带好多好多吃的拿来给你 那时候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 男朋友 你别告诉我 那个时候你就开始爱上我了啊 我早就爱上你了 听了这话 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赶紧喝汤吧 汤都凉了 来 如果那时候 你不搬走多好啊 我坐在那边 我去过去了 你回答我坐在哪儿吗 我去过去里面 谢谢你 你骗多好啊 你去做吧 我踏好吗 我不能搬走 你去过去和我 你去过去 走 我走了 好了 别再喝了 再喝就真的醉了 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 多开心哪 你什么事都让着我 我遇到问题了 都是你帮我解决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就觉得 你在我身边 所有的事情 都不是问题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晚上要跟我表白啊 别下感慨了 你不是说过吗 简佳明是你的终极目标 他家里挺有钱的 现在对你也挺好的 是不是 是啊 以前我是觉得 他有钱长得又帅 我差点就救不住诱惑了 还好你告诉我 要跟他保持距离 要懂得分寸 免得他占了我便宜之后 就不珍惜我了 后来我才发现 他比我还沉得如期呢 相比我的长相 身材 他更欣赏我的能力 跟他一起在餐厅工作 就是我这一辈子 第一次被人欣赏能力 就凭这一点 我就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 如果这辈子 我能嫁给他 我就没有遗憾了 你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我也看得出来 你是真的动真感情了 好好把握 好 好的 给我的 打开看看 好漂亮啊 你疯了 买那么贵的东西给我 这家密码的 他给我买东西干吗呀 里面有零件 这张卡片 看看吧 你老公费心了 替我谢谢他 你知道吗 那件衣服啊 我很早就看上了 那我一直都不舍得买 我回来以后 看见这礼物 还以为他买给我的 那我后来才发现 它是给你的 看见到你了 是啊 然后我现在就两个人 这个人都不舍得去 你能贴着老公吗 它是给我的 你去尽量吧 都拿着什么 你喜欢哪 我都可以让给你 哪怕是简佳秘 我都可以让给你 哪怕是我眼里的希望 沧桑把它狠狠地变成绝望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如果你真的已找到幸福 就把我遗忘 这场微妙的对白 让崔玲丽和周采儿的闺蜜情侣 经受着从未有过的考验 彼此心中的煎熬无需言语 崔玲丽理解周采儿 她也绝不会让自己 在朋友的情感中 扮演一个破坏者的角色 她没有愿望 有的 只是对上天捉弄的无奈坎坷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哪怕是我眼里的希望 沧桑把它狠狠地变成绝望 我真的不勉强 我真的不勉强 如果你真的已找到幸福 就把我遗忘 就把我遗忘 我不敢想 这能给她退了吗 我看一下 包装倒是没有破损 不好意思 我不退了 谢谢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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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她够了 这没用意 我现在饿了 你怎么说呀 你怎么了 小姐 你怎么啦 我 我 我 要不要紧啊 这什么东西 要不要不要 来 最后一个了 让冰盖吃吧 那不一人一半也行吗 你也不差这一口 明天你再吃 我给你买 凉凉 把这苹果吃了 补充维生素 我不爱吃苹果 咋让你吃 你就吃吧 我不爱吃苹果 你们吃啊 我睡会儿 行 早点休息也好 好嘞 可是早上我给你送早点来啊 行了 那你吃了呗 我也不吃了 我最近总看这报价单 脖子特别酸 好酸啊 你说你真是 你白天给餐厅忙就得了 你回来就好好休息休息 你要这真累出颈椎病怎么办 那不让人省心 不吃啊 不吃了 别吃这 好多久啊 三个多小时啊 嗯 咸了 太咸了 人家口是淡啊 病人也不能吃这么咸 重新做 重新做 坐下觉了 一定不能放胃镜 哎哎哎哎哎 又亲自指导呢 您可真比我辛苦 人家不是病了嘛 都写了一个很好的店面 位置也很好 旁边还有很多高档的鞋子楼 我们的单厅开在那里 档次一下就上去了 不是 你当初不是说要 要走那个亲民路线吗 哦 我那说的是老店 现在咱们都开三店了 那还不改变一下呀 行 都听你的 装修公司我也联系好了 嗯 装修呢会比这儿还好 而且比这儿便宜三分之一 多少 三分之一 不是 这老店可是我亲自订的装修 我已经觉得很便宜了 你这还能往下看 行啊 哎呀 这要是你一直在的话 那咱们这小店 上市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呀 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呀 奖励 必须奖励 说 想要什么 这就得看你心思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还得去聊一下具体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啊 好 嗯 这 这汤还是有点咸 你们三个住在一起方便吗 我这就是临时的 好了就走 再说简家明是住他父母家 怎么办啊 彩儿 他没对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啊 照顾他挺周大的 他真的不吃醋 我又不跟他抢老公 他吃什么醋啊 你是不是这段时间真的忙晕了 连我都看出来简家明他喜欢你 你胡说什么呢 我 我是怕你们三个尴尬 灵灵 要不你搬到我那儿去住算了 我住你那儿还不是一样吗 再说你跟姐夫搬出来 就是为了找感觉 那我去算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我们俩离婚了 这次是真的 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前两天 你想好了吗 我回来了 咱姐 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了半天了 那我先走了 别别别别 晚上一块吃饭 不用了 我还要回去接瑶瑶呢 那我送你 好 有空随时来啊 知道了 好了 再见啊 来 慢点啊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照顾好自己啊 你要是觉得 白天特无聊的话 我给你买点书回来好不好 没事 别买了 我就开这些吧 等我好了 马上就搬走 找我什么急啊 你走了谁跟彩儿做伴啊 彩儿不也没法在这儿住了吗 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住了 她是你女朋友 我走了怎么不能在这儿住了 那我这儿能保守你 婚前同居 我不适应 我怎么觉得任何武器 对你这张脸皮都不好使呢 说实话我是 没太想好我们俩之间这事 那你得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把周才给甩了 选择怎么个死法 姐姐我成全你 你看 真是姐妹情深啊 她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加班呢 说是忙开分店的事 你看啊 真开分店了吧 有这么个闲内住 那是你的福气 咱们那事有 但她现在是非得把这分店 开在什么中央商务区附去 我就说嘛 得走亲民路线 非搞那么高端干吗呀 那你觉得开得哪儿好啊 我不知道 反正我也不太懂 好啊 行 行 那我 跟我先走 回家陪我妈吃饭了 行 你等等那谁 彩儿她也马上回来了 那块有大厨给你煲的汤 你记得喝了 走吧 走吧 那 那汤啊趁热喝好 好啊 嗯 嗯 记得喝那汤啊 行啦 没完了还 彩儿 彩儿 赶紧 赶紧出来吃早点 来 你来刚好我也刚做好早饭 是吧 赶快叫灵灵起来 趁热吃的 快去叫啊 我正要跟你说呢 灵灵她走了 走了 她觉得待在这儿无聊 去哪儿了 我一直问她 她也没告诉我 没 去 我今天给她打电话吧 她也一直关机 你灵灵性格就是这样挺要强的 她住在这儿吧肯定觉得别扭 不 就这么说走就走了 可不是嘛 你想啊 我们一直忙活餐厅的事 她肯定会觉得无聊啊 她住在这儿还需要我们照顾 她也挺不好意思的 不过再怎么说她也是个病人 你 你 你让她这么走 你不担心哪 我要送她来着 她不让送 她不让送你就不送 那 你 你真不担心 她万一出点什么事呢 你该不会要因为她 要跟我发脾气吧 我不是说因为她啊 我是说这件事情 你们俩是好朋友啊 人家现在还病着呢 然后又不舒服 万一出 这不能这么做你这 好了 别着急了 我不也一直在找她吗 你先吃饭吧 一会儿我吃完 我就去找她 你去哪儿啊 别人没事儿 灵灵 欧阳没回来啊 没呢 我要真用客厅 你用 你用 我 我回来啊 来来来来来 我能用点洗手间吗 潮阳呢 出去了 看看 谁来了 开站 decía 你 Guys 別站着呀 来来来 坐 我家里老あれ大了 醒来以后才知道你走 没事都怪我走了 也不跟你打声招呼 挺麻烦你的 我那天喝多了 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 你断片了 我说什么了我都不记得了 我们就是聊以前的事 聊得挺开心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又说了吧 这喝酒勿适 你们俩总是不听 要是不遇到王朝阳的话 你在这儿晕倒了谁管你啊 没王朝阳我也不至于晕倒 灵灵 千万别说对不起啊 你要是说对不起我打你了 对不起 你打我吧 你打我心里会舒服一点 你别这样 你干吗呀 你非得让我哭啊 肉麻死了 我去学校家 对了 你们俩好好聊啊 商量一下 待会儿去哪儿子 那什么大海在卫生间呢 咋 烦死了 穿那海 赶紧出来 怎么这么急啊 我飘好久了 对了 你们餐厅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开分店啊 还在选地方呢 本来说选在CBD附近 他说随意 可是后来执意要换地方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那就是还是走亲民路线呗 亲什么民啊 老店就够亲民的了 新店再不弄得上档次点 什么时候才能迈入 高档餐饮的行列啊 你行不行啊 欧雅 厕所没纸了 我出不去 我 我说你咋干嘛去了 我也 我也不知道嘛 要不这样 这门 门开着呢 你能不能低 低点纸给我 就开一小缝 怎么了这是 想 想我了 这 这 她 她怎么了这是 好好好 我呀 找了个大夫问了一下 说这补顺体还得中医 你先吃一个疗程看看 小姑怎么样 可以啊 王朝阳 够舍得的啊 这点小钱 为了朋友小意思 晚上把这菜热一下 哥跟家吃啊 王朝阳 啊 你没事吧 你没有证据啊 王朝 欠我那么多钱 你买这些补品 没事 你 你是想要欧阳呢 我还是想要欠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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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在家吃啊 我 我去给你们买啤酒去啊 那搬 搬下饮料回来啊 唉 彩儿 晚上一块儿在家吃吧 伦伦 那个 蒋家明儿那破衣服 我给你退了啊 你喝 从今晚这么晚还在这儿啊 来喝一杯吧 好啊 来点儿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灵灵怎么样了 挺好的 你还在惦记着她呢 你的朋友嘛 我总得关心一下嘛 现在她身边有王朝阳在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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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就放心了 那说来也挺奇怪啊 王朝阳看着不起啊 长得也一般 也没什么特长 她就特会讨玲玲开心 两个人在一起总是打情骂俏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曾冤家变临情侣了 对了 对了 今天她菜还不错 什么菜 别人不说 我还吃不出来嘛 要是以后王朝阳每天去三斤拿菜的话 就直接找我好了 干吗去麻烦你呀 再说了 我肯定会比你更懂得 怎么照顾玲玲 对 那当然了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你太了解说什么话能让她开心 说什么话能给她添堵了 我干吗要给她添堵啊 她在这儿待着无聊 然后你找她聊聊 是吧 这聊着聊着 她不就去找王朝阳聊了吗 不是 你这话我没听明白 你的意思是 我把她给弃走的 你是这么理解的 也对 我今儿回来干嘛来呢 找书 我回去了啊 佳铭 不走了好吗 我知道这段时间 发生了挺多事的 但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 好好过我们的生活 好不好 彩儿 那个 那天晚上我 我真的我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我断片了 简家明 我一个女孩要拿这种事情来纠缠你吗 好 那那行 那那你帮我回忆一下行吗 家明 我喜欢你 为了你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但请你不要这样伤害我 你这样让我觉得自己特别廉价 那你这扯太远了吧 我就是问一句 你 你至于吗 想这么多 当然至于 你每一句话 每一个表情 在我心里都会无限放大 我经常在想 你现在是高兴啊 还是生气 我应该说点什么 我怎么才能让你更开心呢 家明 我真的是 每一刻都离不开你了 但我现在必须离开你 必须 周彩儿开始后悔 她是否真的 该演那一场戏 你 大海 一会儿妈妈把经验板给拿出来啊 妈 等着一会儿洗菜啊 我来 我去拿 来来来 炒了 灵灵啊 我们的睡衣你都看吗 对啊 不光看还要凉呢 来什么呀 三米尺寸啊 你不会让我们穿着睡衣凉吧 就是这个意思 啊 这 这 嗨 这麻酱也太少了呀 我一个人吃都不够 你吃麻酱还是吃肉呢 不是那样不好吃吗 我买点去 我去 没事我去 没事我去 我去一样吧 哪能麻烦你呢 我去 别客气了 你看咱俩客气什么呢 你要这么说 我必须我去 我还买点别的 那我给你带回来 我要买的你不懂的 怎么可能 那我怎么 你 你不会买 你知道吗 你不会买 你真懂 那个我我我这么大一人了 我觉得你就是客气 你要什么你告诉我 马上就给你买回来 女人用的 花肠饼 带小是忙的 这卫生巾嘛 大海 女孩子有些事情不方便说 你就别瞎问了 对嘛 我去吧 别去了 我那儿有包新的 我给你拿去 灵灵多好 你赶紧回屋歇会儿啊 马上就可以吃了 啊 啊 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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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吗 权菲 我 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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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来 快点吃 饿了呀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变漂亮了 妈 你快摘了吧 可能人太久没见想你了 别看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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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呀 要我呀 那 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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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莲 到底什么事啊 不会一会儿都为了吃火锅吧 瑶瑶在家 你不会把瑶瑶一个人放在家吧 没有 有人帮我看着呢 还有人帮忙看孩子 什么情况啊 别乱想 你同事 到底什么事啊 先吃吧 吃完一会儿再说 对呀 你那微信什么意思啊 还什么不穿的就别来 一会儿再告诉你 王亚松 王亚松是谁啊 欧阳 跳了 跳了 欧阳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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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想 我现在必须要向你表白我的心声 你还给我 是的 我喜欢你 我现在就要毕业了 我怕我要是再不说 我真的就会痒你 这样我生爱四年的女子 擦肩而过过来 我知道 你知道吗 每天晚上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可爱的脸庞 你的一举一动 你可爱的脸庞 你可爱的脸庞 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还有 还有 天哪 南 我真的好喜欢你 我要和你永远地在一起 你可爱的 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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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姐 别不好意思 都是一封老情书了 今天肯定有事 蓝姐说说呗 说什么呀 说了 都想听 该不会是这个陈年旧账 帮你带孩子呢 指不定就是那个 那你赶紧招来 没有 说 快说呀 大哥大姐求你们了 我说好不好 好 他就是我大学同学 其实他给我写的 还不止这一封 前辈好浪漫耶 其实他给我写了很多很多 这只是当中第一封而已 是在我大学临毕业的头三个月 他叫人送给我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了邓国强 所以就没有选择他 后来我就叫人把信还给他 可是他仍然是每天写 我也不好意思天天麻烦人家 干脆把薪水给扔了 后来大学毕业 大家各奔东西 也就算朋友见过面 可是我没想到 前两天我在快考办 竟然碰见他了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 竟然 他还保留着这封信 天啊 姐 你这是续伤了 再续前缘呢 喂喂喂 那他现在是单身吗 跟我一样 离了婚 不过他没有孩子 多难得呀 你说大学的时候 你把人家伤得那么深 现在人家还穷追不舍了 是不是精神可佳 对对对 没错 精神可佳 像我 像你 像你 你们俩能 你们俩能不下息后吗 就是 八字还没一天啊 姐啊 这可是好事 你得积极一点 来 祝你没开二度 三度 三度 他真在下边陪了孩子啊 怎么了 你眼神这么吓人的 有一种进了屠宰场的感觉 你也该出栏了 作为你们好姐妹的我 准备重新杀回设计界 你们三位是不得鼎力支持 那是一定的呀 必须必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帮 别的忙不用帮 你们是不是可以 给我做个模特啊 那没问题 小意思啊 够意思 起立吧 忙啊 快点 起来 来来 开始凉吧 我给他们凉 这合适嘛这 你是裁缝 你不凉谁凉啊 我 行 那那个什么几位 对不起啊 那个把衣服脱一下 不是 你要干嘛 凉尺寸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想趁机占便宜啊 你凉衣服嘛 这样凉不就行了吗 不是 我做的是睡衣 睡衣怎么了 好了 我就说了吧 凉凉这次接的活 是给别人设计睡衣 她说什么挺她 支持她 那都是按词的时候 才说正事 不是 凉凉 我 我这出门比较匆忙 我也没带睡衣啊 我那个睡衣啊 跟那裙子差不多 可是我问你 你那个睡衣用得着 量那么精准吗 不是 我们是要贴身的尺寸 这你们不是答应说帮我的吗 行了 行了 量把衣服脱了 就当为姐妹献身了 来吧 看看人周采 你们俩能不能有点职业精神啊 灵灵 我们又不是职业模特 不是 不是 那个 我还是戴个眼罩两个 我 别别别 那样更危险 你不一定处到哪儿呢 这不是 那这都是熟人 那回头尴尬了 你说 行了 别废话了 赶紧量吧 大不了 量完以后 杀你妹口 这 不就是量个尺寸吗 来 来吧 大海 进屋 我怎么做 你看这一块不顺眼了 丑大海 你给我进屋去 不行 不 他跟你我难受 那个 我今天要把整个客厅给打扫了 你们就当我是空气 你们继续工作 甭搭理我 行了 灵灵 我先回去了 这活我干不了 芽芽在家等我 不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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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开玩笑的 我俩 走 我跟你说 行了 你还在这儿干净 去去去去去 不是 我说你行啊 你刚才胡怨乱矣什么呢你 你色胆猫天哪 许你看就许我看 我 我看什么了我 我告诉你 我就算我看了 那也是为了工作 去去去去去去 瞧你那特性 我们地产界怎么没这待遇呢 入错行了我 我那个睡衣上面有几个扣子 下面像裙子一样 还有一件是冬天穿的 保暖型的 我知道 你那睡衣年纪比瑶瑶都大 哪有啊 也就两三年吧 姐 你得尝换尝新些 你自己都看腻了吧 何况是男人呢 这睡衣跟男人有什么关系 自己穿着舒服不就行了 你这观念可以进博物馆了 别老去买那些地摊货 这哪买不一样 睡衣可是种情调 我真的应该好好设计设计睡衣 改变一下你这种人为老 新鲜帅的 无知女性的观念 朝阳 你觉得他们三个 哪个会比较那个 什么呀 就是那个 我说邱大海你 你你这脑子里琢磨什么呢 你可恶心不恶心 你 你就背后议论人 我告诉你啊 我还觉得周采儿都是 你 你你 不一定 这东西不能靠目测 而且身材吧 不能光看数字 比例特别重要 比例 要说比例的话 我觉得欧阳没戏 首先就得别白说 欧阳怎么没戏了 我告诉你啊 我还就不喜欢她特夸张的 我这么说你还别不爱听啊 等一会儿灵灵 测量结果出来了 你就知道了 反正你不说欧阳就对了 当然了啊 如果她能像周采儿一样 我也很欣慰 看见没有 这就是榜样 真的好漂亮 能不下来吗 三千多呢 三千多 有这个必要吗 有没有这个必要 要看你穿给谁看 这可是女人魅力的一部分 你不能跟男人谈恋爱观 白天见晚上不见吧 这可是给她最大的惊喜 蓝姐啊 你真得欢欢了 这种魅力 可是地摊货不能给的 哎呦 我以前哪懂得这个情调啊 再说了 邓国强她也不在乎这个呀 三千多 我还不如我给瑶瑶存上呢 你不是还有王雅森呢吗 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标准啊 标准的魔鬼 来吧 来吧 来 多少啊 可以啊 看不出来啊 怎么比你还 去 欧阳 嗯 你这身材藏得够好的呀 一般呢 你干嘛 你干嘛 我还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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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干什么呀 欧阳 你你干这个干嘛呀 我 我身材也没有你们好 那待会儿量出来的书记王长 看到了 我以后还怎么见他呀 我就说你竟然怎么变漂亮呢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你这睡衣动哈喽卡丁太搞笑了吧 你 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发的呀 你真吓死我了 你以为我是你啊 你花那么多钱买睡衣 你不都为了够单男人吗 那你不够单男人 你也得有点品味吧 我怎么没品味 我觉得挺好看的 而且我告诉你 人和人他不一样 你是那款的 我就适合这个 什么叫合适呢 关键是 一手掌握 那是手的 手的大小又不一样呢 所以说要因人而异嘛 就我这双手 谁合适呢 谁合适呢 我觉得是崔玲玲 你说什么呢你 你再说一遍 有有有 我说错了不行吗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你 你 你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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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出来了 解放你的 你松手 你丢弹死你 你 你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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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干嘛呢 闹着玩呢 闹着玩 数据 这 这胸围这一栏里就这么多数 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这我怎么教你啊 这不行的你太不专业了嘛 自己上网搜数据去 大伙儿 不是 欧阳这行为量错了吧 怎么这么大呀 你这是那大片叶的你至于吗你 去去去去去去 这个 坐下是内衣有这么难吗 你可不知道 这老板要求贴身 又要求时尚 你说我就是从来没做过这玩意儿 尤其是这个 我怎么不熟悉啊 你说 大叔 大叔 我这个我帮不了你 我休息一会儿去 我真帮不了你 不是 你真不够意思啊你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请进 你什么情况 大夫 我是想 想咨询一下 咨询什么呀 是这样 我是想 那个 就是 就是这 你是光过这一个 还是想知道个彻底点的 越彻底越好 我就想知道一个 这一般人都是什么尺寸 完了这个 是不是形状也不一样 形状这是不好说 人跟人能长得都一样吗 好 尺寸吗 那得看你想要多大 要多大就有多大 对对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 这一般的尺寸平均一点的 你想这些数据 您把我填的数 这得你自己填 你填好了我照这个做就完了 不是 我 我是想说这 就一般人是个什么样的尺 我 他说你这个岁数也挺大了 要三十了吧 那就别做这么彻底的了 做病情手术有点晚了 不好意思啊 刚才有个病人耽误点时间 没事的大夫 龙胸疼不疼啊 我们都是会打麻药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那我这年龄还行吗 可以呀 年龄没有问题 刚才有个男的想要做变性手术 他要做得比较彻底的 他就年龄有点大了 还有做这个的呀 您好 那个我问一下 您知道这屋的大夫去哪儿了 这也不太清楚 你到旁边的客室问一下 好 谢谢啊 其实没必要呀 你这也算正常 干嘛非要手术呢 其实我也没但想好 那就再考虑考虑 请进 大夫啊 我那还继续 请 你吓死我了你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不是 你 你说你也是的 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家 这门也不关 是吧 这幸亏进来的是我 这要是个贼呢 你来这儿有事吗 我这边带着东西 还特意慰问一下 这儿奋斗在一线的崔老师吗 已经好多了 没什么事了 以后别乱花钱了 彩儿没跟你一块儿来啊 没有 那个 不是 我自己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你觉得你自己来合适吗 合适啊 周彩儿对你不错 你有这么个女朋友 你就好好珍惜她 她每天为你餐厅的事情 也操劳了不少 你说你没事老往这儿跑 合适吗 她有啊 不要让彩儿误会了 行 那你这么说 那我明天就跟她 把事说清楚 跟她说什么呀 说清楚 其实我内心在乎的是你啊 简佳明 我告诉你啊 如果不是因为周彩儿 像你这类的人 跟我做个普通朋友 我都不太考虑的 感情这事可不好说 就像你这号的女人 在之前 也根本不会入我的法眼的 但没办法呀 就 就但凡是你的困难 你的事 我是发自肺腑地想帮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但鼻子上脸了是不是 还有什么狠词 金管束 在我这儿练抗击打能力呢 那得多谢谢你 但练了一段时间 还真锻炼出来 你要有这闲工夫 把这心留给彩儿吧 他不行 他跟你不是一档次 水准都不一样 我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有挑战性的 高难度的 显示我的水准 是吧 对了 关于餐厅的那些意见 是不是都是你告诉彩儿的 不是 都是成年人了 是就是呗 你是为他好呢 还是为我好呢 我说不要脸 是不是得有个限度啊 你要是老这么 距我于千里之外的话 我很容易理解为你对我 欲擒故纵啊 我这儿是没法形容你了 那咱们就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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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叫什么叫 从一而终吗 你们男人要不吃完 你看着过来 要不叫他两条船 我之前看见那猪蹄不错 我以为你是男人里的 真品公子格里的义类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都不是猪蹄 喜欢你哪一点 感情这事 真不是一加一等一二了 你要是非这么说 当初你怎么就看上 江俊杰这么个主了 那是因为我那时候 还年轻 我不懂什么叫爱情 你当年轻 那你现在懂了吧 你如果现在懂的话 行 哥们给你个机会 让你彻射底底了解了解我 简佳明 你要是喜欢周采儿呢 你就好好对人家 不喜欢他呢 你也大大方方个儿他 做爷们儿就得有个爷们儿样 你给我坦率点 行啊 你的意思让我跟他分手是吧 这事我听你的 我什么时候说了 你别曲解我的意思 你不就这意思吗 我说什么了 不是 你刚说的呀 你什么人呢 你看你急了急了不是 你 你你你别急你我 你 我跟你 这 我不就说了一个 你惦记吗 你可至于吗你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这惦记怎么 惦记怎么解释啊 惦记就是关心 关怀 朋友之间最真诚的那种感情 怎么到你嘴里就是贼偷贼惦记了 这 不对呀 你刚才这么大段灌口杯这么熟 是不是早准备好 就等我今天向你来表白了 简佳明 我已经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你了 你赢了 赢了好吗 别别别别别 别这样别这样 那个 这感情这事这不不存在输赢啊 你要不愿意咱就不聊这事了啊 不聊了 不聊了啊 那个 咱聊点别的 那什么 咱聊点设计史 好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是 这这目前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 但说心里话 我是真觉得你是这方面天才 而且你有极大的工作热情 你要说这个 还能跟你聊两句 不 我真这么认为啊 你别看我是 我是 我是外行 但是你 你 你是真的 挺让我惊讶的啊 你别看你外表这么爷们啊 这想到内 内心还很奔放 这要客户要求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别急 别急 你看 你看 这么大伙干嘛呀 你 你是不是工作时间长累了 躁是吧 我知道可能是工作太累了 这么着 今儿天不错 咱出去溜达溜达 可你啊 换个人还差不多 行 那都随你 那没什么事了吧 那我改天再来看你 那不送了 那汤还热着呢 你趁热喝啊 再见 你还别说 你们俩这发型还真挺像 像吗 好 喂 你说吧 好 我说 那个 刚刚那医师说的 做变形手术的那个 该不会就是你吧 是我 是我 家医 我跟你说是 是是那个 医生她这诊错了 你就误会我了 那你是在调查的 那 她体认真嘛 那必须的呀 我做事什么风格呀 况且我是第一次跟灵灵合作 那我能让她失望吗 嗯 你等会儿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是来找一个朋友的 你这儿有朋友 得了吧 你是不是来做整形了 我不是 就是来找一个朋友的 好好好 我跟你说 其实这大小真的没错呗 你说呀 我这次要不是啊 因为做这衣服 我根本不关心这儿的 真的 奶子的意思就是嫌弃我呀 哎呀 其实真的没所谓 我跟你说啊 你 你说 哎 你 你整得跟那个周彩儿似的 秋大海未必能喜欢 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那以后星星有关系呢 来来来来 电梯等会儿 等会儿 电梯 这儿呢 怎么还跟她有关系呢 哎 什么关系啊 哎 朝阳 先别走啊 你 你都明白了吗 我看玲玲都开始画图了 估计这几天吧 就设计出来了 哎呀 我这两天 也上网查了一下 你说人家这大公司啊 都有自己的模特 那平常就是在公司待着 那有什么衣服 随小随走在那儿 能不能去换上就换上 我哪儿有这待遇 你要是觉得我可以的话 其实我是可以帮你的吧 你帮我 算了吧 我家里还有一些假模特 挺好使的 好 我先忙别的了啊 再见 怎么样啊 真不错哎 我这两天没手看 真没有你这种款式啊 行啊 小脑对锅里有货呀 哎呀 手拿开 哎 那 那就 就这些材料啊 你就先紧着这个做嘛 这是样品 你要需要什么 再给我列个单子 行 那就开工 研究好怎么做了嘛 我这手艺不是吹的 那行 你坐上 我在旁边给你指导指导 算了吧 你啊 赶紧去睡觉去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 你这个图纸啊 就变成了成品 那您喝口水 谢谢 您要是晚上饿了的时候 热着汤喝 好 您辛苦了 您有完没完呢 要不然咱们一块儿走 别 您忙着 你这么关心他啊 这不是好兄弟好搭档吗 再说他早晚是你的 我的人我这替你关心他呢 可他就不知道怎么关心我 怎么了哟 没事 烦 我先出去走走啊 强阳 你饿不饿 我有汤汁给你说呗 我不饿 多好的汤啊 下面可得好吃 我不知道 谁要下面啊 我饿了 那个 要不我下面给你吃吧 你下面不好吃啊 谁说的 那个我下面吃 你绝是不是肠呀 来 你给他说说 你贴什么乱呀 我贴什么乱了 我比较无私 我再给你们买点夹个蛋 我不吃 也行了 你俩谁下面不一样啊 你说为啥是破事 你这吵着他本天 烦死人了 烦死人了 是他烦 他非得说他下面那种 我不吃 你行了 你看着你俩我就烦 我进屋去了 进屋去了 你不要下面吧 你这是什么态度 什么人呢这 来来来 欧阳 我下面真的很好吃 下面你自己吃吧 邱大海一直苦苦寻找着 献殷奇的鸡肉 他坚信自己的行动 总有一天 可以感动欧阳 行啊这个 来 先喝喝 这不是个东西 你是说王朝阳吗 没错 我和他认识这么多年了 他一直都这么孙子 你 你怎么说话呢 我是向着你啊 你看 你刚才对他那么好 他 他怎么对你的 我如果能打得过他 我一定替你暴打他一顿 我就说说你不能打他 对 君子动口不动手 来 来 喝会儿汤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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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还不够明显吗 挺明显的 但是我就觉着吧 这种事不能勉强 关键是他什么态度 你问了没有 他之前对我挺客气的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我至于搬到这儿来住是不是 嗯 但是我没想到 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 尤其是 尤其是在这次量完了过后 因为这种事 不至于吧 至于你不知道 我今天 算了算了 不想说了 那不想说就不说 多喝点汤 你们正打身体了 邱大海 信不信我把这汤给扣在你脑袋上 你 你别急啊 你别急啊 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这是发自内心的 关心你的健康 真的 你男人怎么就那么看重身材呀 大多数是这样嘛 但是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注重的那是内在美 品行 道德 操守 那些传统美德 都被现在这帮年轻人 给吃干喝净一点都不上 动不动就是高富帅 白富美 那些都是偶像剧 哥们这样的才是生活流 用着看着的都踏实 说得挺好 我才不相信你不在意外表 我真的不在意 你看我就觉得你就不错 不不不 那个 其实你是属于内外兼修的 而且吧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东西 它就越大越好 又来了 真的 我是发自肺腑 你先别着急啊 你听我说 你看啊 我们地产界就有一条 关于房子的科学理论 说根据调查研究 一个人最适合的居住面积 是六十五点七平方米 小了呢 它憋屈 大了呢 它空得慌 只有这个面积 它是最合适的 那你说 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美 关键是合适 合适才是最好的 这个道理啊 它就是在其他地方 它也是适用 行啊你们俩 就这么给做出来了 主要是王超阳心灵手巧 不不不 主要是玲玲设计独特 你不知道穿上什么样 书衣这东西 可不能是样子货 所以啊 三位赶紧试试呗 我 你这还得拍下来啊 那当然了 这是我同一批作品 别别别 你还是等梁总 请你到公司拍模特吧 这三位贵宾 我亲自审查 感觉怎么样啊 玲玲 我从来没有穿过 这么漂亮的睡衣 哎 会不会太夸张了 这 这怎么睡觉啊 不夸张 哎呀这件真好看啊 玲玲这件给我了啊 我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这是样板啊 又不插下去一件 总统设定了 那如果谈不成的话 我得怪你啊 肯定谈得成 欧阳 你这 干嘛不换呢 不想啊 出去 怎么了 是不是你们又吵架她了啊 你 肯定是你 你说人哈喽琪琪了吧又 没有啊 哎呀她小孩脾气啊 一会儿就好了 你在呢 我 我回来找点东西 难得你回来 我给你看样东西 你等着啊 来 来 来 好看吗 这玲玲设计的吧 这玲玲设计的吧 你怎么知道呀 我看过设计图 哦 你去见过她呀 那你别说啊 这成衣跟设计图 还就是不太一样 嗯 那你这是北洋设计啊 还是北洋模的啊 都不错 那 你想不想看的 你仔细 不用 我待会儿 还有事儿 就 不不仔细看了 嗯 嗯 佳明 你留下来陪陪我好吗 每次我从饭店一个人回来 这屋子里都是空荡荡的 嗯 你就留下来陪我说说话也好啊 嗯 那个 哎 彩儿 那个 这 听我说啊 嗯 你要是不这样的话 我还能陪你聊会儿 你要是老这样的话 我 我还真不敢 我又不会把你吃呢 哎 乖 彩儿 那个 送我来 送我来 你先坐啊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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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彩儿呢我就挑明了跟你说吧 那 我是真的没想跟你谈恋爱 你现在想反悔了啊 没有 我是说咱俩现在的关系挺好的 既是朋友 又是合作伙伴 那你什么意思呀 那你在我朋友面前 全部都说我是你女朋友 现在你想反悔了 我还怎么见他们 这事 这事我必须跟你道歉 我那天纯属是跟我爸 我较劲 我赌气 所以才 才那么一说的 真对不起 贾明 你不能这样对我 要不然 我们爸以前都忘记 我们重新开始 你重新 停 停 停 对 财儿 你看 听我说啊 你还可以继续在这住下去 但是 咱俩这朋友这界限 千万别打破了 好好休息 贾明 等 等 等 界限 界 界限 来 梁总觉得这个样品 设计得很不错 给予很高的评价 可是也不能说是很完美 还是有点小问题 没事 梁总 有什么问题您不妨直说 问题多少还是有点问题 但是总得看 是不是有点过于保守啊 嫂子 这就是你设计的产品啊 不会吧 这哪个女人 能喜欢穿这样的睡衣啊 太艳俗了 再说呢 这哪位老公 能看到自己的老婆 穿成这个样子 能放心吗 梁太太 梁总还觉得这个设计 太过保守呢 是吗 不是啊 你们就误 误会了我 我 我的这个这个思路啊 其实这个 一个内衣的设计啊 它一定要 要有一个内涵是吧 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这个传统的美德 但总体的设计事物 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这个就细节的地方 稍稍再收敛一点 你回去再想想 然后回头 回头咱们两个再沟通 好 再见 行 没问题 燕子 你们老板是请我们来做设计的吗 怎么那眼睛那么不老是 我们早就习惯她了 你没看到老婆一来 她又怂了吗 其实啊 这公司实权都在她老婆手里边 但是她要真发起飙来 她老婆也得让着她 俩个人说不清楚了 互相吃醋 我 我看她就是邱大海的未来版 老色鬼一个 反正不管怎么着吧 尽快给我们一结果 行吧 行 那我们先走了啊 好 不送了啊 拜拜 走 怎么了 今晚找个酒店 聊一聊设计的具体细节吧 大 大不了咱们不干了 必须得教训教这个老东西 别别别 你不就想教训教训呢 看我怎么让她求生不动 求死不动 喂 妈 我回来了 儿子回来了 今儿这么有闲工夫 回来陪老妈呀 今儿餐厅也没什么事 我说回来陪你们吃顿饭 好 好 有什么好吃的 是吧 糖醋排骨肉 爸 爸 你看 我特意找人给您定制了一把壶 怎么样 出自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之手 你看这点儿 这儿还有您的名字 全世界就这么一把 独一窝儿 漂亮 太漂亮 你 你那上回啊 送我半斤茶叶 跟我要了一部车 这回收了我一直插乎 你还跟我要什么 爸 你看你 你怎么这么想你儿子呢 真是的 我回来根本不是管你咬东西的 我是发现了一商机 商机 餐厅开饭店 不不不不是不是 我是说那个 咱家那老厂房江边那个 是不是有一仓库在那儿 有啊 怎么 是不是很多年都空到那儿 没人管 你 你这会儿又搞什么名单啊 商机就在这儿 您知道现在什么房子好租吗 就是好多啊 那种就是艺术家呀 设计师什么的 特别喜欢在这类 大的仓库这种地方啊 就是开他们自己的工作室 他们叫 叫什么 导致的什么那种 我打算把咱那地方啊 收拾出来 简单装修一下给租出去 点子是不错啊 装修得花一笔钱啊 装修钱我来出 您只要同意 我用这地方就行 有人租吗 租 租会儿都排队等着呢 是吗 当然了 考虑考虑啊 行行行 不急 不急 您考虑一下 我 我先给您泡一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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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 好嘞 喂 梁总 您发的信息我收到了 您不是说 要找一个地方再聊一聊吗 要不 我到公司找您去 我不在公司 还是晚上聊吧 我们可以 多谈到一下 那 咱们约哪儿呢 我 我这会儿太忙 要不你去找个酒店 开个房间 开好了把房间号发给我 没问题 我开好了再发给您 别让任何人知道啊 知道啦 再见梁总 你看看这人 有几个抽钱就想耍流氓 是不是你们男的有钱都这样啊 那 那也不是 那 那也不是 也有那种学了坏才有钱的 你看你这羡慕的眼神 这梁总就是你的未来吧 那 那要是我未来就好了 我跟你说我要娶那么一个 有钱的太太 那我还借你鸡言呢我 你说我用什么语言来比试你比较好呢 所以你别 我就那么一说啊 你就踏实了跟家带着 这剩下就是我跟他的事了啊 等我好消息 你不会又要去打架吧 我跟你相处这么久了 你就不能有一个从心的认识啊 什么叫进猪者赤啊 动动脑子 是吧 猪 不许这么说自己 你 猪者 哈哈哈 哈哈哈